今天不是结束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这句努力喊得特别大声 侯市长或许再跟自己信心喊话 因为2024这一局半路杀出郭台铭 传出蓝营内蔡民调 要把候选人是否耐打纳入考量 为了保家卫国 参与的无事次的枪战 我毫无畏惧 您觉得您跟郭台铭谁比较耐打 每一个人只要为国家做事 我们都会同心其力 所谓耐打指的就是候选人占立职 挺候议员对母鸡站立有信心 郭董这边目前还没有受外界的一些检验 我相信侯市长这边绝对会比 郭董来的还要更高 抗压性 我们党的党内的两个支持 最大的母鸡 能够早先来做表态跟误取 跟甚至提名 我相信这会比较 对选情比较有利 还是希望侯友宜不要再托 毕竟郭董已强势表态 就怕整个气势被比下去了 但传出侯营最担心的 是绿营趁机见缝插针 让郭侯站变割侯站 国家跟人民也超过党派 更超过个人 未来会不会有跟郭台铭董长合作的空间 郭董市长 在科技经济产力的过程当中的表现 我相信人民都非常给予肯定 侯郭之间的进和 已掀起党内讨论 只是对于郭台铭回党参选的正当性 党内有不同声音 李乾隆就认为国际非党员又要党主席征召 等于是给朱立伦出难题 应该先来加入国民党 来跟侯友宜 跟国民党推出最强的母亲来配合 只是既然放手一搏踏上选总统 这条路有谁甘愿只做附属 进行我联系小语志 才能报道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未经许可不及